十八种香草精华 仿如层层交叠的味觉迷宫 万般滋味让舌尖一时难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亲的厨房曾经是旅猎人向往的演练场 几十年后她再次走进厨房 对母亲当年的炒面馅记忆油深 那是全然不同于米粉的口感 原因在于母亲都会事先将面馅油炸 面馅炸过后比较香 还有就是它的周围那个粉就比较可以去掉 然后就变成很爽口 炸到了金黄色 要快哦 因为就好像那个炸葱那样 它一拿起来的时候还是继续炸的 还没有完全王的时候你要拿 拿起来 接下来就是 放水了 等水滚了我就放面馅 面馅中的面筋蛋白经过高温处理之后 有更稳定的结构 于是相对的更为耐煮 不容易断裂稠糊 旅猎人还把酸炭过的面馅 放到冰水中浸泡 让面馅在冷缩原理下 口感更为爽滑 放冰了你看 很长了 它已经变成有弹性了 冰蒸过后 我们就要快快沥水了 就开始要做高汤了 把面馅处理好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炒面馅的高汤 简单的是用虾壳 因为虾比较甜 要拿鸭签 挑掉那些虾的肠 旅猎人以虾壳虾头下锅煎香 减少腥味 然后捞起滤油 加水煮成高汤 好 现在我们准备炒面馅的食材 现在有蒸了油鱼 切丝 有一点海南人的那种特色 鱿鱼炒韭菜 鱿鱼炒木瓜 都是用鱿鱼 整道菜鱿鱼的味道很香 现在我们切萝卜丝 从选用的材料与切东西的习性 也可以判断籍贯的属性 这就是食物与人的微妙关系 像胎记一样永远磨灭不去 材料准备之后便下锅爆香了 油鱼丝 蒜米 大葱 红萝卜丝 冬菇丝 和虾仁 顺序下锅 固一块便可以添加高汤 调味的部分 则添加酱油 蚝油 黑酱油和胡椒粉 稍微收干汤汁 即可加入面馅 揉揉一下子的 最多不超过7分钟 因为怕它断 不用我查到 我要保持它的那个长度 我们第一次吃 就要面馅的时候很惊讶 面馅米粉一拿的时候 不大一样的 有弹性的 然后再吃的时候 很爽口的 不像一般米粉这样一咬就断 吕烈人是个感性的人 总是能察觉 事物的细节 带给她的激动 像这道爽滑 有嚼劲的炒面线 别无分行 每一条都是细腻的情意 是她和母亲 长长久久的牵绊和联系 流泡 一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